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敌人进攻方向就会变少 届时 我们只需要集中火力就能对付了 咱们快到了 这山可真的高得吓人啊 那万一打不过 我们岂不是无路可走 不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啊 阿尔特 相信我们的朋友吧 正如我相信马丁一样 老虎剑 卡恩陛下 还请您召集一下矮人国所有的锻造师再称报就位 整个矮人国的锻造师 相爷 你试想 好 我要进行一场超大规模的锻造 好 跟他们玩一场塔防游戏 天方山脉巡视完毕 没有发现矮人国的踪迹 没有发现矮人国的踪迹 看来是有心躲避我们 那就看看二王子为我们带回了什么消息吧 最后给你的保命法子都用了 那说明你已经失败了吧 闭嘴 要不是你之前一拖再拖 怎么会轮到那些帝国人来碍事 丧家之犬 别到处乱飞 你说什么 要不是本王一直跟你们理应万和 你们 注意自己的态度 一个失败的废物 你现在还有张狂的资本 对 对不起 我再也不敢了 可恶 当初对本王子毕恭毕敬 现在翻脸就不认人 哼哼哼 乖乖听话 等我攻陷矮人国 可以考虑继续扶持你 罗兰殿下 你们矮人国的浩月宝石 现在还能用得了吗 我储备的精神力 已经消耗殆尽了 但如果给我鲜活大脑做药剂 就可以恢复 放心 你要多少素材 我都可以提供 终于找到他们了 距离还很远 这真是比我以前看的电影还夸张 瑞能撒索那个混蛋 居然敢把军队都变成他的傀儡 女王冷静冷静 小心别散发出你的气息啊 魔神族绝不允许同族相杀 莉莉安那家伙居然如此放任不管 按照无人计的定位 估计大军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 那些莉莉安的走狗 本王一定要全部铲除掉 小爷 可算找到你了 马丁老师 小爷 你这次的短造 都是超乎我们想象之物 图纸我们可以照做 但成品真是难以理解 小爷先生 我相信你的锻造才能 但现在城堡就犹如困兽斗 你说的塔防游戏究竟是怎样的呀 大王子放心 我锻造的顿过机 可以让城堡快速从土丝山脉中撤离出来 我所说的塔防游戏 可以最好地发挥我们锻造师的优势 请相信我 把自己困在毫无退路之地 怕是个圈套吧 要不我先带着空中部队突击 不必 我自有办法 尸体魔法 预造师兽 去 撤出我们的国土 这是本王对你们最好的警告 否则我们将对尔灯施展最严酷的打击 まあ 警告 你们现在跟本柱求饶 老老实实献出生命 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 哎 他 他也能想走 你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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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ジョジオ 我能做的 你能做的 不, 然后 我能做的 你能做的 我能做的 你能做的 有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与罗头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关不了的人 这有可能会存在我们家王城 白墨淘汰 下一个 系统 使用一次多个机会 第五次亮了 身为某种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几十句 真的 你让它九层亮起来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这也能被找到 我将梦凡 满色门线的一百区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 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 为了抵御怪兽的亲戚 绝境中的人物 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 便是图灵师 大家亮出本命图灵 三十小木棍 落架手机 一型图灵师 普通的板砖 这破板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